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,针对菲律宾拟在4月起于菲律宾最北端崖迷倒,临近来与南方海域之处新建海市基地。 外交部经表示,在台飞为达共事前,会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菲律宾表达我方严正关切立场。 外交部强调台飞关系紧密稳固且友好,盼双方能共同合作,一同消除两国在专属经济海域重叠区域可能造成的渔业纠纷。 菲律宾军方北旅宋军区发言人纳托Isegnit NATO所表示, 菲国军方与地方政府在巴丹群岛Battens的雅米岛Mavillus兴建混凝土壁封锁,预定可在4月完工。 雅米岛是菲国最北端离岛,距来与约98公里,菲国及台湾渔民有时会到岛上休息或避风。 外交部经对此表示,台飞104年11月已签署促进渔业事务的执法合作协定, 并依据协定第六条成立技术工作小组,至今已召开4次会议, 与会中讨论各项执法合作的具体方式,对话解台飞两国重叠水域冲突, 保障我国与民安全与权益非常有帮助, 未来也将透过此双边平台持续与非国沟通协商。 外交部说将透过渔业属提醒渔民, 若我国渔民进入菲律宾北边临街区作业时, 需特别留意相关风险,渔业属也将持续依法呼吁。